大家好,我是焦点事件的记者王子豪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台北大巨蛋的历史故事 讲到台北大巨蛋 可能大家直觉想到的会是棒球、体育、能不能打棒球、弊案 那今天的节目我是希望用一些比较轻松的有趣的故事 来说一下到底为什么当时的政府想要盖大巨蛋 那为什么会盖在松烟 为什么会选择BOT的模式兴建 那不过另外一方面回头看到这些历史之后 确实也让人很担心 未来的大巨蛋到底会剩下多少的体育的功能 台北大巨蛋是1990年代就提出来的一个规划 而且关于为什么政府要盖大巨蛋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 而且甚至在网路上还可以找得到它的相关的新闻画面 行李院长郝伯村今天只是台北市政府 尽速兴建一座室内棒球场来因应日益蓬勃的职棒运动 台北市长黄大舟立刻表示要提供三块土地 由民间选择投资兴建 但是最快也要三到六年的时间 行李院长郝伯村11月10号清零台北市立棒球场 茂宇观赏职棒二年总冠军最后决战 全场观众齐声向郝伦长高喊我们要巨蛋 郝伦长今天上午指示台北市政府要尽速配合新建 市长黄大舟表示土地取得没有问题 就看以职棒联盟为首的民间企业做何选择 民间要投资我们的这个体育场的话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是站在这个乐观齐声的一个态度 目前棒球界属于在现在的市立棒球场赶尖 不过根据市府伟托建筑师的规划 新建一座类似日本东京巨蛋球场 需要经贷80亿到100亿 技术上没有问题 但只能盖一座两万人的球场 加上附近交通亭景 就长远来看 关注平原会是更好的选择 人越多的就需要交通越方便 将来如果捷运可以做到关注 关注应该是最方便 我解释一下这个时间背景 那是1991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赛 而且已经打到了第七场 就是最后一场要决定冠军的那一场了 结果呢在比赛中呢突然开始下大雨 那比赛就因此中断 然后延误了一个多小时这样子 那当天呢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郝伯春也在现场 那于是呢现场的球迷观众们就开始对着郝伯春大喊 我们要去带我们要去带 然后这样子 那郝伯春事后呢也就说 那我们指示台北市政府就趕快新建一座 不怕风雨的室内体育馆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 啊这故事的戏剧性好强哦 然后也很怀疑说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就会不会是那种伟人传记小故事这样子 一直到看到新闻画面之外就说 啊确实发生过这个事情这样子 不过这也只是说了 真的发生过这个事情 但是它并不是为什么政府要该巨弹的原因 其实在影片中也有透露出来 就是说其实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黄大舟就讲说 啊我们有三块地在选 就听得出来 其实当时台北要盖大巨弹这件事情 已经磨了蛮久了 甚至已经有三个土地在选了 台湾的政府在90年代想要盖巨弹 我觉得可能要从当时台湾的国际政治局势呢 才看得懂里面的奥妙 或许有的人会想说 我们会不会有点跳得太远了 刚刚还在讲棒球讲巨弹的 忽然之间就跳到了国际政治 不过其实体育它原本就也很常成为一个国际政治这样角力的一个舞台 你说像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 就会被希特勒搞成宣扬纳粹主义的盛会 或者是说像1980年的苏联的莫斯科奥运 然后美国就纠团抵制参加这样子 然后隔一届是那个美国洛杉矶奥运 换成是苏联纠团抵制参加这样子 那台湾的局势是怎样 1949年呢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就战败了嘛 然后就来台湾 那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顺利的建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国际上就出现了两个中国 那两个中国就要去争取说谁才叫做中国 是那个代表性的争执嘛 那国民党虽然在枪炮弹药拳头上面打输人家 而不过在那个全球冷战的那个局势底下呢 国民党不止没有被消灭掉 甚至反而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比方说展现在体育展现在奥运上面的时候呢 在后面有将近20年的时间呢 反而是国民党能够用中华民国 或是用福尔摩萨的名义参加奥运 那这段期间反而是中国都没有参加 那这个情况呢 它一个转折的时间点 大概会是在1971年 1971年可以讲的大概有两件事情 一件比较轻松有趣的吧 就是当时是中美破冰 就是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心里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开始想要当好朋友 不过前一阵子呢 前一阵子是说那个1960年代的时候 两个国家在越战上面还是敌对状态啊 那这个脸要怎么拉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政治缓冲季的体育就派上了用场 所以就出现了非常有名的乒乓外交 就是电影阿甘正传里面那个 汤姆汉克是去中国打乒乓球的那个桥段嘛 那可能更指标性一点的会是1971年的10月 当时的联合国就接纳了中国 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中国就取代了台湾在联合国里面的席位 那在此之后呢 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就迅速的被边缘化 展现在体育赛事上呢 比方说1974年的德黑兰亚运 或者是1976年的加拿大奥运 台湾都无法参赛 而且是用 而且是因为什么像是被开除汇集 或是人家不给你签证这种模式无法参赛 这个很严重的困境呢 大概到1981年 开始了有一个缓解 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呢 他的手腕就比较柔软一点 那他就成功的 他就成功的说服了台湾的这个政府 就说那你们就使用Chinese台北 台湾这边不想用这个名字 但是奥委会那边就说服了台湾这边用这个名称 那奥委会那边呢 也承诺说他会协助台湾重返各种 国际体育赛事的舞台 那到了这个阶段 问题大概解决了一半 那没有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Chinese台北是英文啊 它的中文要怎么翻译 那如果我们是在欧美 是在非华语地区比赛呢 这个问题也没那么重要 就是一个Chinese台北 大家各自带回家各自翻译 开心就好嘛 但1990年是北京亚运 那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也没那么紧张 所以台湾是想要参赛的 那你要参赛就会遇到在华语地区的话 中文的翻译就成为一个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 那当时台湾这边的奥委会呢 跟中国那边的奥委会呢 经过了几次协商以后呢 那中国也就同意台湾这边使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参赛 那这整套我们后面就是所谓的奥会模式嘛 那好到这边的话 基本上起码在体育赛事上 台湾重返了国际舞台 因为中国点头了嘛 同意了嘛 就没阻力了 那可以上舞台 下一步就会是想要争取当主角了嘛 想要争取当主办国 因为国际体育赛事的主办国就能够增加你的国际曝光度 然后能够宣扬你的国力这样子 那你想要当主办国 你就得要拿出一点实力来啊 这个实力是什么 它很具体的会展现在硬体建设上面 你有什么样的场馆 那像是1988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东京大巨弹完工启用 成为亚洲第一座的大巨弹 它也成为了某种 我们姑且就称之为进步的 现代化的一个指标嘛 那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90年代的台湾政府 就有了非常强烈的 要盖大巨弹的一个动力 1989年的时候 台湾奥委会主席张峰旭 就在媒体上面公开的宣誓 说台湾一定要拿下一次亚运会的主办权 看是1998年还是2002年 那后面这两次都没拿到啦 那1992年的时候呢 行政院就发函给台北市 就指示台北市要尽速的 新建一座大型室内体育馆 其实当时行政院呢 行政院的指示是要求台北市 高雄市跟台湾省各新建一座 大型的室内体育馆 这其实涉及到的是城市之间 对于这个国际体育竞赛 也有一个竞争 那不过我们今天还是都先聚焦在台北市 台北要盖大巨弹 那要盖在什么地方 那这边给想给大家看另外一段影像 我觉得非常有趣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是一款在1993年发行的电脑游戏 叫做中华职棒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巨弹梦呢 已经放在这个游戏的片头动画里面了 我们先是穿越了那个有三个红色巨拱的 就是关渡大桥 那当然就是到了关渡平原嘛 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大巨弹 打开它上面那个弹壳这样子 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呢 台北市已经有一个蛮明确的方案了 就是新建大巨弹的预算 那个巨弹的新建费用是70亿元 那预计是中央会补助一半 台北市政府自己出一半 然后地点选在关渡平原 那为什么最后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松烟 然后是采BOT模式的方式呢 这个中间的演变 其实非常的复杂 而且是由好几个事件线互相影响而成的 那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也有点有趣的出来聊一聊吧 先来聊一聊关渡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想要盖大巨弹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地点 关渡想要开发已经等了很久了 在1960年代末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台北市市长是李登辉 李登辉曾经提过要用关渡 作为台北市的复都心的想法 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案 但倒是直接迎来了大量的土地投资客 而且之后呢 每当有任何关于关渡开发的利多消息 都会让当地的土地又被炒作一波 1993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预估 新建大巨弹 这个新建费用本身大概是70亿元 而且还是中央政府还会补助你一半 可是台北市政府预估 土地的征收费用高达450亿元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要完全自己出的钱 所以听到这个价钱 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议会就基本上就不敢了 这个太容易拖垮整个预算 拖垮整个财政了 讲起来 这个也不知道是历史还是未来的预言 因为现在又听到说 台北市政府又想要以 什么2038年的亚运来什么开发关渡 那不知道这个问题未来会怎么解决 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台北大巨弹的新建地点 松烟 松山烟厂 我想要用台北市都市发展的历程来描述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松烟它在忠孝东路上 在信义区的最西侧 紧邻着所谓的台北东区 这个区域它在以前 比方说在日治时期 它其实主要就是一大片的农田 当时的人口呢 台北的人口主要就是集中在淡水河沿岸的 这个大稻城啊 台北城啊 蒙甲这个区域 那一直到了国民政府来台以后呢 台北的人口激增 所以人口就开始往东移动 到了现在所谓的东区这个地方 开始住了很多的人 那1967年 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 那一项重大的公务建设 就是修足忠孝东路 忠孝东路是一个东西向的很大的马路 那这个时候的东区已经住了很多人 又盖了一条大马路 所以它的商业活动就迅速的活络了起来 成为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台北东区 这样的一个商业热门点 那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 台北市政府又在更东的地方 提出了信义区计划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议会台北101台北市茂这个区块 我这样描述了中孝东路 东区跟信义区 在描述的就是松烟的地点 你可以看到松烟它是夹在台北市 两个非常大的商业区的中间 历届的台北市政府 会不会觉得松烟是一个影响了 商业区串联的绊脚石 这个我不知道 但起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松烟的土地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 那我们讲大巨蛋 大巨蛋是一个打棒球的嘛 它是个体育项目跟商业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会要回到大巨蛋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了 就是说台湾的职业棒球养不养得起一颗巨蛋 台湾现有的棒球场呢 不讲大巨蛋的话 就是最大的球场包括了高雄成青湖球场 台中洲际球场 跟桃园的乐天球场 这三个球场的座位数都是两万 那大巨蛋的座位数是两倍 是四万 而依照中华职棒的统计 台湾棒球 台湾的球迷会进场看球赛的平均的单场人数 大概就介于五千到六千人 这是比较好的时候是五千人六千人 所以其实是连两万人的球场都坐不满的 那现在我们盖了一个两倍大的球场 那这样的职棒市场养得起一颗大巨蛋吗 在黄大洲之后的台北市市长是陈水扁 不过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会是当时出主意的 可能会是副市长陈思梦 或是独发局局长张景生 当时市政府组成了一个巨蛋催生小组 这个小组他大概定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一个是大巨蛋不能够只有体育项目 他需要有商业设施 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设施 这其实是在回应我前面丢出来的那个问题 如果棒球市场养不起一个巨蛋 然后政府也不想要出钱来养 那可能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旁边盖一个百货公司 用百货公司来养巨蛋 那这个时候呢 大巨蛋的选址就需要去找一个 有高度商业潜力的土地了 那巨蛋催生小组他的第二个重要的定调的方向是决定采用BOT的模式 就是新建 BOT的意思就是说 交由民间去找个民间企业让他出钱来盖 那之后也给他来经营这个巨蛋跟这个百货公司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呢 这当然有一些他的好处嘛 第一个就是说 我不用出钱啦 就是民间企业出钱 我就不用烦恼预算了 第二个是说 盖百货公司市政府会不会经营啊 要怎么招租啊 那就全部交给一个赚钱的民间企业来处理就好了嘛 但是呢 把一个赔钱的大巨蛋 跟一个赚钱的百货公司绑在一起 透过BOT的机制 交到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民间企业手上 也就衍生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大巨蛋的问题了 像是说到底大巨蛋未来打不打棒球啊 是不是演唱会会比棒球比赛还多啊 到底远雄想要盖的是百货公司 还是大巨蛋这样子的问题了 今天呢 我分享了几个台北大巨蛋的历史的片段 一方面呢 是希望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让大家就当作听故事吧 但另一方面呢 我挑选的片段呢 其实想刻画出的也是某种无奈吧 就是说可能在政府的眼中呢 大巨蛋从来就不是为了体育而盖的 从我们刚才讲的90年代的时候呢 体育也就只是作为展现国力的一种工具而已 那过去也有不少人质疑到底中间这块土地到底适不适合盖大巨蛋 不过我想应该也不会什么人怀疑说 它作为一个百货公司的商业价值 那以及更重要的就是说 当大巨蛋的金云权掌握在远雄的手上 那未来 到底球队 或者是说球迷们 需要花多少的钱才能够进场 那远雄又会留多少的体育资源 给社会大众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到这边 谢谢大家